1981年6月,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,过起了身居渐出的生活。 他作为新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,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但为何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人,会在众多荣誉加身之时,突然提出了辞职呢? 他又为何会被主席当作接班人来培养呢? 华国锋,原名叫苏祝,于1921年出生在山西郊城。 郊城地处近隋边区,很早便有中共党员在此活动。 华国锋受此影响,在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。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,日后踏进了中原大地。 华国锋作为一名爱国人士,自然不会袖手旁观。 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,并给自己改名华国锋。 至此,踏上了为拯救中国而不懈努力的革命道路。 抗日战争期间,华国锋与地方群众打成一片。 他积极发动群众,团结起来抵抗日扣。 在他的宣传下,许多有志之士的抗日激情都被激发了出来, 极大壮大了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。 华国锋虽说是一介文人,但他面对敌人的枪炮也没有退缩过, 甚至带领部队与敌人展开地雷战、游击战, 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因此,他也被称为当地的抗日英雄。 解放战争时期,华国锋先后参加了多次战役。 他有一套自己的作战思路,采用武装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, 对敌军造成了沉痛打击。 华国锋的这一作战方式,也被作为经验得以推广。 1949年,新中国成立后,华国锋响应国家的号召, 跟随军队南下,担任湖南湘汉县委书记。 他着手发动群众,深入实地调查, 将当地的各项工作筹办得井井有条, 并进行了土地改革政策,让农民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。 在解封战争时期,湘潭地区遭受了国民党的极大打击,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。 想要将这里恢复到战前的状态,绝非一件意识。 但华国锋却时常深入群众,将农业生产放在了第一位。 当时,他注意到元老的杂交水稻项目, 可以为国家的粮食增产。 所以顶着巨大压力,公开支持元老搞科研, 并不断敦促这一项目的进展。 之后短短几年的时间, 湘潭就成为了全国粮食产量先锋。 当地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, 因此众人对华国锋都十分亲近与热爱。 1955年7月, 主席来到湖南长沙视察。 在这里,他知晓了华国锋的事迹, 听到人民将他说得如此好, 主席更是非常想要见一见华国锋。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, 华国锋穿着有些破旧的布鞋, 看起来十分朴素干练, 这也给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之后主席询问了华国锋几个问题, 他都回答得有理有条, 这让主席非常满意, 夸赞他是一个实干的老实人。 后来, 主席每次来长沙, 都要与华国锋进行交谈。 而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20年, 当地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, 不仅农业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, 工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。 华国锋因为政绩突出, 于1971年被调任到中央工作, 进入到高层的华国锋, 依旧踏实能干, 独妄初心。 他除了紧抓粮食的生产之外, 对棉、油、糖等其他农产品领域也很看重, 这一举措使全国农产品开始丰富起来, 又力改善了农作物的生产比例, 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。 华国锋做出的政绩有目共睹, 因此主席对他很是看重。 1976年新年一事, 周董李因病永远离开了。 此时正值国家特殊时期, 急需一个人出来主持大局。 主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, 华国锋成为了国家总理。 7月28号, 唐山发生了7.8级大地震, 原本高楼林立的城市变成一片废墟, 24万人民被埋, 生死未捕。 此时, 主席的身体非常虚弱, 于是叫华国锋代替自己慰问灾区人民, 并妥善安置灾民的生活。 华国锋联盟商讨抗震救灾事宜, 并亲自赶赴一线视察情况。 他的举动也令主席十分欣慰, 但此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, 那就是谁来当主席的接班人。 在老一辈的革命者中, 大多数人都与主席年龄相仿, 但国家主席变动不能过于频繁, 所以主席便将华国锋当作接班人培养, 并对他说, 你办事, 我放心。 1976年9月9日, 身受病痛折磨的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。 华国锋成为了新中国的实际掌权者, 但此时的中国该如何发展, 成为了众多领导人面临的问题。 华国锋一直没有忘记主席生前的嘱托, 所以他挺身而出, 扛起了主事工作的大局。 当时各种反动派势力躁动不安, 华国锋在短时间内, 将党内走正确路线的领导团结起来, 一举击碎了反动帮派, 将国家扶上了正轨。 难怪人人都夸赞华国锋, 挽狂澜于祭岛, 扶大厦之江青。 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动荡, 各方面都需要得到发展。 华国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, 制定了一系列方针。 从1976年到1978年, 短短两年的时间里, 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就得到了恢复。 随后,中国的工农业生产、 经济建设、教育文化、 外交等逐步走向正常化。 1980年, 就在华国锋位高权重的时候, 他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, 那就是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。 他对自己的职位没有一丝留恋, 毅然选择了退出政坛。 华国锋退休之后非常低调, 很少出现在人们视线当中。 他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, 住在北京的一处老房子里, 过着身居简出的生活。 每天的生活就是读书看报, 打扫庭院。 虽然登门拜访的人很多, 其中也不乏送礼之人, 但华国锋始终谨记主席的教会, 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 华国锋一生从未夸赞过自己的功勋, 因为在他的眼中, 为人民做贡献都是应该的。 华国锋身为主席清点的接班人, 为何会在全力顶峰提出辞职呢? 华国锋曾经说, 主席交给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, 有人比我更加适合坐在那个位置上工作, 这对于党和国家都有好处。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, 永远听从党的安排。 2008年8月20号, 华国锋因病逝世, 向年87岁。 按理说, 华国锋应该被葬在八宝山, 但他却被葬在了老家的挂山之上。 这其实也是华国锋的遗愿, 因为挂山是个清静之地, 那里远离权力中心, 可以回归自己的本心。 同时, 挂山是他革命开始的地方, 是他自有生长的地方。 最终, 华国锋魂归故里, 长眠于家乡。 华国锋虽然没有葬在八宝山, 但他为人民做出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。 他在新中国最需要的时候站了出来,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